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延续前两周的这个话题 我们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四大文明古国里面 古巴比伦 古埃及和古印度 为什么都有古 而中国却不叫古中国 一直叫中国呢 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里面 只有中国没有做古呢 我们请到了 中国 中华 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与历史学者蒋叶老师 和我们分享的一个观念 他认为呢 其实令到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能够一直长存下来 逢凶化吉呢 是有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易经带给了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生存的智慧 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 保持了某种的包容性 保持了用不变应万变的心态 同时呢拥抱变化 这是易经 那易经呢生出了两个 一个呢是汉字 一个呢是中医 汉字呢 令到我们的整个中华民族的 这不同的方言区的人们呢 都可以透过汉字来交流 从而呢 大家不会因为语言不同 而形成不同的思想体系 最后呢 能够团结的牢牢团结在一起 今天经过历史的严格 这个国家仍然没有分裂 成为一个大国 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 是很有原因的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跟中医有关 思想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历经了那么多次的大的瘟疫 而这个民族的人们 却能够永远的繁衍不息 那么多的人 经过那么多战争 还能够有那么多人 显然是拜中医所赐 由于我和蒋英文长都不是中医 同时呢 今天呢很难得蒋英文长也和我们一起和郭老 一起来聊这个天把这个话题呢延续下来啊 那郭老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为什么中医能够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把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呀 这个生命呢延续的这么好 中医它是一种道 嗯 它不是术 中医 会中国的道家 这三家的 如四道三家 不是诗 我讲的是本土的 道家 如家 一家 一家 为什么把一作为一家来说 在过去 没听见有人这么排列过 对 我今天排列它 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医 我是因为它 所应该有的地位 来讲 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个我说道家 道家是一个文化体系 来自于 意境 意境来自于天人合一 这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一脉相承的 道家的文化是解决了一个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路家 也是来自于天人合一会意境的 和谐理念 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文化 当然人与人之间就包括了人与社会 这个是不用解释的 就是说道家解释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对 如家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和谐 对 一家呢 讲的是人与自己的和谐 在这里 我说一说 中华文化三大体系是道如一 人和自己的和谐 你刚才讲的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我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宇宙万物是一个正题 天人合一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宇宙万物有如无限移动通讯 虽然没有明线连接 但是却是一个整体 中医所顺应的天人合一 就是万物之间的同频共振 这样的观念 如何支持中医 保佑我们国运长存 令中华民族没有断绝 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北 那这个观念 对于我刚才您回答我那个问题 有什么直接联系的 我问的问题是 中医是如何令到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运一直维持的 令到这个民族没有断绝 我只是给你冲透看诗 对 我说中医它的起点是最高的 对 是从大自然的规律之后起点 对 它从这种观念 产生的一个什么 刚才我说的 这就是那个五行 五行是什么 你们看这个行 行在甲骨纹 这是一条腿 这是一条腿的 脚 脚 颈 骨 两条腿 所以它叫行 以前一后在行 五行就是五中运动 五行的产生 是万物生存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 这是一条腿的 这是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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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人是靠跟万物相依赖而生存的 对呀 您讲这个 我还是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要讲到贺义 它为什么要贺义 它不贺义行不行 不行 这个宇宙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 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可是呢 我们把它分开了 我们怎么分开了 比如说人 人就是人 我们把它分开了 男人 女人 一个天 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把它分成了日会夜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叫科学嘛 科学就是分科学习 你必须把它分成不同的条目 这样的话 才能好好学习 对不对 这就是科学的 这个呀 我们是观察打自然来的 这个贺义性从哪儿开始 没有贺义就没有生命 你看 那日回宁 贺义 这是 一生二 二生三 生出来的一个三 三又是一个一 对 他又有一个二 贺义 贺义又生出来的一个三 无数个三 就是万物 三生万物 所以这是中医的精神 他怎么着就贺义 大自然给他一种能 他要不贺义才难受 终于讲到这里了 我觉得刚才过来讲的一个话题 他就说大自然给了我们一种能 他不去合一的时候 他本来是合一的 后来被分开了之后 他还要合一 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本能 而这种能呢 就是中医所比较的思想 保护色 保护色是生物净化出的能力 碳露者智能防晒几乎一 光照变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盘露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